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让众人激动不已 一条火龙 一只火凤 交错呈现 傲笑九天 底下的众人欢呼雀跃 气氛爆燃 最后 漫天花火 化作漫天的凤尾花雨 散向大地 整场婚礼结束于此 此刻 迎合尽头的二人 拥抱在一起 彼此的心贴得最近的地方 感受着婚礼最后的气氛 享受着二人此刻的宁静 瞬息着漫天花雨散落的芬芳 这一场四海八荒瞩目的婚礼 终于结束了 也许参与过的所有人 都不会忘记这场漫天花雨 火树营花 比翼齐飞的盛大场面吧 繁花落尽 婚礼闭 冰客散 喧闹得太成功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只剩下清理打扫的鲜鹅 青秋众人 都回到了狐狸洞内 一天下来 虽然有些疲倦 但是大家的心情都格外的好 二哥 怎么样 九丫头没有嫁错人吧 今日我算是发现了 这帝君对小九啊 那真的是没得说的 白珍说道 哎 林真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 我还就没有见过 东华帝君对谁这么上心过 你看到九丫头头上的浴惯了吗 哲言笑笑问道 白珍问道 看到了 那是一个紫金玉冠 有什么含义吗 哲言没有回答白珍的问题 反而对白痴问道 胡帝你知道吗 白痴笑笑摇摇头 哲言这才说道 这紫金玉冠是在数十万年前 东华帝君祭愿天地公主之位时 母神送给东华的 本来是给当时的天地公主的妻子的玉冠 但是玉西那是已经语化 东华又去三生时尚除名 母神只能把玉冠送给东华 说日后给他自己心爱的女仙戴上 白亦说道 帝君能带小九如此 我和他娘也就放心了 白珍说道 是啊 今日这大婚 帝君给足了面子 还给小九戴上了母神留下的的紫金玉冠 现在那位仙者不知道 那位仙者不晓得 我家小九是东华帝君心肩上的女仙 我们家小九到哪儿都不会有仙者欺负的 不错 这帝君确实带小九答不相同 白纸也跟着附和道 总算帝君没有辜负我们家小九 今日这婚礼估计也没有仙者能超越了 林江也笑着说道 洞内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为玉西的幸福而高兴 大家都累了 早点休息吧 清循说道 炫闹了半嗓的青秋狐狸洞 也慢慢恢复了宁静 迎合尽头的一对新人 十指紧扣 激动了一日的心 待到此时才渐渐平静下来 玉西轻轻的说道 东华 谢谢你 给了我这么多的惊喜 惊喜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喜欢 重要的是我要告诉这四海八荒 你是我东华帝君看上的东华帝后 旁人无需多言 我会许你我能给的一切 东华上手抚摸着玉西的脸颊 温柔的说道 玉西娇称道 你会宠坏我的 东华帝君宠你道 宠坏又如何 一切有我在 东华 玉西撒娇式的喊了声 紧紧抱住了他 东华帝君反手抱了回去 那力道恨不能此生再也不分开 从此玉西融入东华帝君的血液中 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郑重的许诺道 希儿 有我在 四海八荒无人再敢为难你 玉西直视着东华的双眼 说道 东华 你放心 作为的东华帝后 我会时刻紧记我的身份 不会给你丢脸的 东华帝君说道 我不怕 玉西撒娇道 不吗 你要相信我 知不知道 我如今一时飘渺仙境的女仙 天外天的凤雨玉西公主 清秋女君 更是你的东华帝后 我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 你无需偏袒 时刻监督就可以了 东华帝君点头应道 嗯 好 玉西笑道 就这样 抱抱我 就好 东华帝君说道 好 我就这样抱着你 许久 紧紧相拥的二人 还是不愿意分开 还是玉西突然惊喜的说了一句 哎呀 差一点 我都忘记了 东华 我要送你一样的东西 东华问道 什么 谢儿亲手做的吗 玉西故作神秘的从内衬中取出一个物件 放在掌中 藏鱼袖中 笑嘻嘻的说道 先说好 你不许笑话我 嗯 好 东华帝君点点头 玉西深呼吸 聊起广秀 翻出手掌 掌中出现了两个虾囊 玉西将手推到东华帝君的面前 说道 浓 这个 东华疑惑道 虾囊 嗯 一个虾囊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虾囊 这是我在这半个月中一针一线自己亲手秀出来的 不过呢 那有乾坤 倒也不是俗物 玉西冲东华帝君眨眨眼 羞涩的笑了笑 东华帝君笑道 汐儿 亲手做的 我都喜欢 你还没有看呢 玉西嘟弄道 东华帝君伸手刮了刮玉西的鼻梁 笑道 不用看 你做什么我都喜欢 那你快看看 玉西有些迫不及待的催促道 你一个 我一个 是一对哦 玉西有些害羞 要不是夜晚 恐怕东华帝君早已发现玉西飞红的脸庞了吧 好 我来看看 东华帝君轻轻拆开香囊 伸手探进去 取出香囊内的东西 借着月光一看 银丝黑发编织而成的童心结 这个事 东华帝君有些诧异 玉西何时取得自己的发丝 竟然自己浑然不知 这是 这是你在清秋陪我的那些日子 日日落在我床边的发丝 我便用香囊收集了起来 与我自己的发丝缠绕在一起编织而成的 玉西有些羞涩 地下头轻轻的问道 你可喜欢 希儿 东华帝君有些哽咽 一向能言善变的东华帝君此刻 连支言片语都无法说出口 只能一把将他心爱的女仙紧紧的拥入怀中 从此形影不离 才能对得起这份用心良苦 这份绝对的痴心 东华 你别这样 我会很好 你也会很好 我们都会很好 玉西能够感受到 东华帝君的气息的变化 知道他没有外表那样的冷漠 只是他的一颗心 从没有任何仙者在呼过冷热而已 玉西继续说道 东华 留我在 我会一直陪着你 嗯 一直在一起 东华帝君眼中 那颗盘旋已久的泪珠 终究还是滑落了下来 也许他从不曾发觉 曾经不以为然的眼泪 竟会如此轻易的落下 玉西指着香囊说道 对了 你再看看 我里面还放了东西哦 东华帝君替玉西别上了香囊鱼腰间 玉西也替东华帝君别上了 二人都鸣嘴一笑 无须语言 一个眼神就可以了 我看看 东华帝君继续拿出香囊中的东西 一枚红色的香丝豆 希儿 这又是为何 这是香丝豆啊 玉西回道道 我要你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地 都要时时刻刻的念着我 想着我 好不好 好 每时每刻 都想着你 念着你 东华帝君捧起玉西的脸颊 深情地吻上了玉西的香唇 不愿离开 攫取着心爱的女仙的每一丝气息 许久 玉西轻轻推开东华帝君 小声说道 东华 我们这是在外面 小心被别的仙者看到 那都不好意思啊 呵呵 那又怎样 东华帝君笑笑 那当初你历劫时 以为我要深归混沌 在摇池边上不管不顾抱着我的时候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会被仙者看到呢 你 那不一样 我是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所以我才那样伤心 那你也只是一味的推开我 也没有告诉我 你不会深归混沌啊 玉西辩解 东华笑道 那倒是我的不是了哦 嗯 就是你的不是 你得跟我道歉 害我那么伤心 玉西还真有种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模样 一点亏都不肯吃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